人风八十净身爽 老居福利志在千里 人老心不老 确实胳膊手没有年轻的时候灵活 但是经验是丰富的 只要你脑袋还够用 那么比年轻人要丰富得多 这是你一生的阅历 开发了多少,经历了多少都在这 文文八十叫做仗潮 也叫冒叠之叠 这是老,下面一个字 老之将之,真的老 那仗潮呢,就说这个时候 即使上朝廷也可以组织拐棍 拐杖 那中国人是敬老的民族 那么这个时候 那八十大寿 我们说七十大寿的都很少 当然六十一花甲有过六十的 那八十 可见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 前面说老百姓七十三八十四 是个坎儿 那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孔子活了七十二 孟子也没有过八十三 所以就说这个自古这个圣人呢 才活这么长时间 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没有什么功德可在 你活得比他还长 只是一种讽刺的比喻 那你正如来想呢 就是鼓励你这一辈子 精争日上 你活得长 没用 活得有价值 那为社会 至少为自己的家 身边呢 做一些功劳 那才有意义 才配叫做人 老年既之在得 那少年呢 既之在色 这个色不光是男女 这个色 还有就是 色是流行于表面 很肤浅 就看到 就色变 这种表现也是 很急躁 那年轻的时候 沉淀一下 记水浒 所以你太容易冲动 愤青都不行 何况 搞用不着的 那中年既是在斗 其实 三十就可以 打开外 开始算了 四十五十 勉强到五十吧 那还算中年 壮年 这个时候 看似身体技能都成熟了 翅膀硬了 你就行了 就开始 争啊 斗啊 甚至抢啊 那么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不要太过了 顺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得了也不会太好 为你又何必急于是去抢 让的方式 让不出去了 最后再给你 这个是最高明的一种 也叫动智 也叫动人 那人在前 智在后 如果说 因为智的话 我们会想到一个老谋深算 姜是老的辣 人年纪越大 我仿佛 肚子里 好的坏的 墨水都有 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 老爷接着在得 因为这个 有子 有孙 都是你最大 你是皇帝 供着你 围着你转 你不要太过了 一老卖老 虽然你正不过 但是一般来说 你还是有那个威望在 甚至有余威在 走后都如此